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 各位请把你的右手借给我 就像我这样子把你的手掌打开 好 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你到目前为止 你的精神状态是几分 OK 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很好就是五分 可以吗 你觉得你精神状态不太好 那就是一分 好 一到五分 来 三秒钟的时间请给分 好 五分 四分 三分 两分的也不少 两分 两分 还有一分的 OK 很好 谢谢 一分的三四位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给这个四五分的同学 谢谢你们 让自己的精神状态那么好 来听这一场讲座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 我们给那个一分 两分 三分的同学 他们现在精神状态很差 我现在很害怕 我们要给这一分 两分 三分的同学 更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 好 希望这个掌声 可以让你那个分数从一分变成两分 或者是2.5到三分 好不好 好 那我的名字叫做曾培佑 今天的主题是起义 我起义的地点在教室里面 我起义的重点是 如何让老师的教学更吸睛 那这样子学生上课就不会分心了 而学生上课只要不分心 那学习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 教学从吸睛开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 各位 第一个 开场吸睛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钟声响起 就是开始上课的时候 所以老师到了讲台上 就会开始讲很多的内容 可是其实钟声响起 不代表学生已经准备好 开始听课了 他可能还在想 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 还在想刚刚下课的时候 跟别人讨论的事情 等他回神的时候 老师已经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 他竟然跟不上 那就继续想好了 想着想着就分心了 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一开始的开场吸睛很重要 就像刚刚我请大家 给我1到5分 这其实就在做一个 开场吸睛的动作 刚刚那个活动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看一下我们这里有计时器 45秒左右 可是它会让你可能 刚刚正在想的事情 可能还在想 等一下我要去追 国际桥牌射第二季 然后拉回来 下一场演讲开始了 那我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很喜欢用的开场吸睛活动 这个活动这样子 它叫做耸肩 各位会耸肩吗 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耸肩长这样 我先示范一次 耸肩长这样 可以吗 速度很快才可以 所以等一下当我说耸肩的时候 就这样可以吗 我们示范一次 来请耸肩 水啦 很好来请放下 那我把整个流程跟你讲一次 等一下的流程是这样 耸肩 然后再耸肩 就再更高一点 然后接着我会说 3 2 1 1的时候 你要喊出一个字 比如说ho 比如说ha 比如说he 都可以 好吗 总共会有三次 所以你要想三个字 我们是个 清新健康的 讲座 其实你那三个字要正面的 我不要听到 嗯嗯嗯 危险好不好 OK 三个字可以吗 想好了吗 三秒钟想一下 OK了对不对 好来哦准备哦 要大声喊出来 越大声 等一下你的状态越好 OK哦 来 请耸肩 再耸肩 三 二 一 水水水 第二次要比第一次更大声 来请耸肩 再耸肩 好会了哦 第二次要更大声哦 三 二 一 好水啦 最后一次哦 最后一次哦 OK哦 请耸肩 再耸肩 三 三 二 一 水啦 各位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OK 这也是我很喜欢用的一个开场吸睛的方法 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也不到一分钟 可是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常常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跟同学说 同学 把笔拿起来 把书翻开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先说的是 其实我们应该要先做的是 让同学把大脑正在想的事情放下来 这可能不用花一分钟两分钟 可是会让学生跟得上 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你讲的不好 也不是学生不想听 真正的关键是 学生一开始他就没跟上 那没跟上了 当然就各做各的 对吧 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时候 很多的大学很喜欢在开学的第一天第二天 然后把心声集合在一起 大概都八九百个人 上百人 甚至有的学校上千人 两天的时间 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做那个基础志工训练 然后拿那个志愿服务手册 你可以想象四五百个人在大礼堂里面 铁的那个折叠椅排排放 然后所有人坐在里面 然后讲师从早上八点一路讲到五点 这光听起来 你就会觉得超容易分心的 我常常接这种演讲 赚钱嘛 对吧 OK 那我有一次在台北某个技术学院 我接的是第二天早上十点的演讲 那我大概八点 初一点点我就在附近吃早餐 准备一下十点的课 结果大概八点半我接到电话 他说陪优老师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附近吃早餐 他说太好了 你赶快过来好不好 我说怎么了 我不是十点的课吗 现在才八点半啊 他说八点到十点那个老师不行了 我说是怎么了 有没有叫救护车 他说不是 他上台讲 学生打牌的打牌 各位你没有听错 四个人围在一起打牌 听音乐的听音乐 吃早餐的吃早餐 三三两两进气出出 他叫不动 他很生气 他说他不讲了 你可以来救火吗 我看着我的蛋饼 我说没问题啊 我马上到 但是钱要打薄 他说不行了 后来那个细节 我们就不要再多说了 重点就是 好了 我就去了 好 去到了现场 大概八点三十五分左右 我就在附近而已 我一上台那个画面 让我印象深刻 我先从后台 各位你知道我到后台的时候 上一位老师已经下台了 整个背后都是湿的 你可以感受得到 刚刚那四十五分钟 他多么的深思历解 希望同学可以听他的话 听他的内容 但是很像没什么人理他 所以我很害怕 因为轮到我了 也不会因为我的头发比较少 就会有人理我 但是我就上去了 上去之后 玩手机的玩手机 听耳机的听耳机 玩牌的玩牌 吃早餐的吃早餐 聊天的聊天 大概快要一千人的场合 于是我就做了一件事 开场吸睛 我说来各位 我知道刚刚休息时间 大家在做很多的事情 现在上课了 你还来不及做完 对不对 我倒数十秒 可以吗 我倒数十秒 十秒之后 我们就准备要演讲了 OK 来 十 九 谢谢 谢谢那个同学 把手机放下来了 谢谢你 八 七 谢谢 谢谢把牌收起来了 谁赢谁输 等一下跟我说 来 六 五 五的时候我就走下去了 慢慢地走下去 然后走在那种 还在聊天的人旁边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已经结束聊天的话题 准备往前面听了 对不对 四 三 谢谢 谢谢把早餐吃完了 二 一 各位同学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你们 不用啊 我是说 遥远的四年前的 那群同学 OK 你们现在是四年后 OK 来 我说谢谢你们 愿意把正在做的事情放下 来听接下来的演讲 OK 当然不会所有的人都把事情放下 可是你这样子做会确保 绝大部分的人放下他刚刚正在想的事情 而把注意力回到前面 这个叫开场吸睛 这个的关键是放下 方法有非常非常多 就像我刚刚在短时间之内 我就分享了我很常用的三种 一到五 你告诉我精神状态 耸肩让大家放松一下 倒数十秒提醒大家 可不可以放一首歌 也可以 但是要记得 你让同学放下了书本翻开来 才会开始学习 这个才是关键 好 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很多时候明明开场吸睛了 可是为什么慢慢的学员还是睡着了 明明开场吸睛了 可是慢慢的 为什么大家还是恍神了 我研究了很久 有人告诉我 那是因为现在的注意力都有极限 所以TED才18分钟 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听了18分钟之后会累 而且听说越来越短 听说TED下来这很像改成16还是15分钟 OK 有极限 我想说有道理 可是想一想又不对 哪里不对 如果我们今天打电动的时候 很像不会打18分钟就累 我们在看爱德波这样的时候 很像看了好几集才会想睡觉 那为什么我们在 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撑个一两个小时 在教室里面可不可以这样 于是我就去看 到底那些很厉害的小说家 剧作家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研究之后才发现一个 惊人的秘密 那就是这些畅销的小说家或剧作家 这些作者一定会非常仔细地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他们会慢慢地 慢慢地把内容用七集的哈利波特告诉你 他不会把哈利波特用三十页告诉你 那这样子你大概读到第五页 你的大脑就当机了 因为他浓缩超多东西 一次跟你讲的 你受不了 他慢慢地慢慢地搞成了七集 所以你慢慢地慢慢地接收 你的大脑不会觉得 哦好多东西哦 我受不了 每一集的韩剧日剧或台剧 或者是国际查白社 不也都这样吗 慢慢地慢慢地 把他的重点告诉你 所以你可以跟得住 而不会当机 所以如果一开始开场吸睛了 为什么我们还会恍神 还会跟不上呢 最大的原因根本不是你分心 是因为你当机 而为什么会当机 看一下这六个字 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台上的人 他不小心一下子说太多了 那因为说太多了 我们就觉得你说的东西好难哦 你把七集哈利波特用五页就说完了 原则上大家看那五页都觉得好痛苦 因为资讯量实在太大了 前两行池内浦还活着 这样有没有剧透 应该没有人说这样才叫做剧透吧 都那么久了 后两行池内浦却不行了 这太快了 太多了 于是我们就觉得好难懂 既然很难懂 那就来当机吧 所以就恍神了 好那所以怎么样做 我们可以做到慢慢来 然后让大家听得懂 我们就来做一件事情 我来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慢慢来的剧作家 各位亲爱的同学 有看到这三个字吗 不是要你念出来的意思 是要你一起做 可以吗 各位同学请起立 谢谢 谢谢 动一下动一下 很好 谢谢 你看 你看这有没有很慢 你没有讲东西 可是呢 你一起来动一下之后 效果就不一样 对不对 来 接着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你诚实的回答我 你上课总是分心的 你平常在上课的时候 你回想一下你上课的情节 你总是容易分心的 请坐下 OK 很好很好 没关系 你就诚实回答我就行了 这个没有在答分数 OK 来 第二个 你偶尔会分心 偶尔又很专心的 请围敦 请围敦 你不要说老师围敦算了 我还是坐下好了 你服务一下 你服务一下 很快就结束了 第三个 各位 你总是非常专心的 请你站着 OK 来 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况 大概八成左右坐下 对不对 我们给围敦 还有站着的同学 掌声鼓励一下 好不好 请坐 请坐 我看还有人脚在抖 请坐 请坐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当学生不分心的时候 学习才开始 可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常常分心 尤其刚刚坐下的伙伴 你知道你的代价 有多大吗 这个代价就好像 这一盒里面装的东西一样 这一盒里面是什么 我打开给你看 这里盒里面 是2900张的百元纸钞 本来是真的啦 然后他们说太紧张 我就换成假的 OK 2900张什么意思 29万 29万多多 我倒给你看 各位 这就是29万 29万是什么意思呢 一学期我们在进移的学费 我真的查过 最少三万七 乘以八个学期 29万 为什么我还用一百元 不要用一千元 除了这样倒出来比较壮观 会听到哦的声音之外 我有买千元假钞 倒出来 比较空虚一点 OK 另外一个是 因为这个百元纸钞 现在我们一个便当 一个餐点就是一百块 各位 2900张一百块 就是2900个便当 如果我们总是选择 刚刚坐下的那一个 那就是我们花四年的时间 硬生生的 把2900个便当丢掉 一口都没吃到 一口都没吃到 你看我这身材 对于2900个便当 一口都没吃到这种事情 我是非常在意的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意这件事 这件事情很重要啊 各位 两千多百个便当 你不要开玩笑 对吧 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用这个方式来跟你讲 这就是慢 这就是慢 你看29万对不对 这叫做持续吸睛 你说太快 就没有办法持续吸睛 你说太难 就没有办法持续吸睛 所以 通常教学法就两种 第一种叫做讲述法 第二种叫做讲述法以外的方法 讲述法就是快的 讲述法以外的方法就是慢的 快慢要交错 所以来道具 请大家起立的互动 提问 延伸出去的 我们叫做类比 都是属于慢的方式 这种方法有很多 可是我要跟各位老师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起义 在教室里面的起义 放慢是关键 哈利波特 各种 我们觉得很火红 你会一直想要看到最后 而且很专心 晚上都没有睡觉 都还在看的 影集也好 作品也好 他们都是慢慢的把内容放出来 你不可能讲话讲很慢 因为那样子很尴尬 所以你按照你的语调 但是加入这些讲述法以外的教学法 这就是关键 好 这是我要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叫做持续吸睛 关键是放慢 放慢 OK 来 第三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 来 请问看一下 教学从吸睛开始 你认为哪几个字是重点 我让大家选一下 我让大家选 举手的 OK 你认为教学是重点的 请举手 好 两位 谢谢 你认为吸睛是重点的 请举手 很多 大概四五十位 谢谢 你认为开始是重点的 请举手 也很多 大概两三万 OK 好 谢谢 请放下 好 我跟现场的少数是一致的 我认为教学是重点 教学是什么意思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意思 各位 教学要吸睛 师生要合作 师生要合作 什么叫师生要合作 我示范一次 给你看一下 各位 我常常在教口语表达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讲完一些大重点之后 我就会带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叫做30秒挑战 怎么玩呢 里面有很多的小任务 比如说我随便抽一张叫做最开心的事 那你等一下抽到这一张 你就要上台讲30秒 最少30秒 讲不出来你唱歌都可以 但是要讲30秒 最多可以讲一分钟 这样可以吗 OK 你要用我们刚刚教过 假设你有在听我们 刚刚我讲完口语表达的重点 你要用我们刚刚教过的 来试试看讲这个主题 那你OK吗 来 有没有同学要试试看 我说真的 原汁原味呈现一下 时间还够一点点 来 我就倒数5秒 有的就举手 5 4 3 2 1 0 有吗 有吗 在哪里 后面有一个吗 上面 很上面的 我们请那个同学 请起立一下好不好 来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来来来 我们快速来到现场 来来来来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好险有他 要不然这一趴很尴尬 对不对 好来请 来到这边 同学来怎么称呼 齐骏 齐骏 OK 齐骏你有看到那个时间吗 有 他在跑了 对 他到多久 他到18秒 18 18分钟 就是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对 但是谢谢你上来 好好 齐骏 实际上是不会请你分享的 但是我要让你示范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 如果你像他教学一样 上课的过程中 你上来真的抽一张 然后你真的讲 我会请底下的同学给分 1到5分 给分 然后为什么这个原因写在纸上 交给齐骏 请问这一趴 大家会不会很专心 很印象深刻 可是如果刚刚都没有人上台的话 那我只能怎么样 尴尬 我只能把这个放着 很尴尬的 把理论再讲一次 地雷是什么 不要他要再讲一次 只能这样子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师生 没有建立合作的关系 对吧 所以讲到这边 我们要再一次给齐骏 掌声鼓励一下 这个礼物送给你 一定要那么多 你才会感受到这个重量 你省下超多便当的 OK 谢谢 我们再给齐骏掌声一次 谢谢 来 请回 OK 那个是假的 你要知道 好 所以 我真的还有倒数 原本我们要来玩一下 来 各位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是我们起义的精神领袖 它叫做小慧 五岁 为什么她是精神领袖呢 这个故事大意是这样子 就是小慧第一次 帮妈妈去买牛奶 妈妈说我在家里要忙 你可以去忙 她第一次一个人踏出家门 小慧有说好恐怖哦 我不要吗 没有 小慧很兴奋的就出发了 历经了重重险阻 把牛奶买回来 各位 我们就应该要有小慧的精神 当老师他踏出了一步说 我们来试试看 不一样的方法吧 你就想想小慧 如果没有人举手 我们也就是恍神分心了 但是如果你举手 学习就开始了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开场吸睛 老师要学着 先让学生放下大脑在想的事 第二个重点 持续吸睛 我们要 老师要学着放慢 你要用讲述法之外 还要搭配讲述法以外的方法 第三个 这就是学生 就是我们同学了 我们要有小慧的精神 跨出那一步 再看一眼小慧 你看他笑得多开心 这就是我们在课堂上 应该要有的样子 OK 这就是教学从西经开始 我希望以这个为奇异的重点 然后大家一起来行动 教学从西经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